这下我们来研究一下 泡污线平行线终点轨迹的公式 这边有一个泡污线 我现在给你一组弦 这些弦是互相平行的 好 我现在把这些弦的终点轨迹 全部连接起来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一条直线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条直线的方程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情况 如果说泡污线它的开口是朝右 平行线是这一组 那么它的终点轨迹 就是这条红色的线 它的方程式是 y等于是2c除以m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要怎么推导 假设说这种平行线 它是y等于mx加k好了 y等于mx加k 意思就是x等于y减k除以m 泡污线的标准是 就是y平行线是4cx x以y减k除以m带入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展开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 my平行线到4cy 加上4ck等于是0 OK 好 现在 这个平行线的终点的轨迹是什么 这个平行线的终点呢 它的x不断的在变动 它的y值呢 就是y1加上yr除以2 OK 两个之合是什么 两个之合就是负a分之b 所以说a是这个东西 b是这个东西 负a分之b 负负得正 就变成4c除以m OK 但是这边还有个2 所以就要再加个2 所以说它的y值就是4c除以2m 这是一个常数 意思就是说这个平行线的终点呢 它是一条水平线 如果说 泡线它的开口朝上 平行线是这组的话 那么它平行线终点的轨迹呢 是这条牵直线 就是这条红色的线 它的方程式是什么呢 它的方程式就是x等于2cm OK 要怎么导呢 开口朝上 那么它的标准就是 x比方等于4cY OK 然后呢 我们再另外一点mx加k带进去 然后呢 y点mx加k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 x比方等于4c乘上mx加上k 把它全部展开来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理桌标 它的y线不断的向上走 但是x值呢 x就是 x1加上x2除以2 OK 就是负a分之b除以2 所以说就是4cm除以2 所以说x就是2cm 这个就是在 开口朝上的时候 它的平均选中灵轨迹的方程式 它是一条牵直线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讲座的内容 我们这个讲座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